美日非峰会日前已经落幕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美国总统拜登 还有日本首相安田文雄 以及菲律宾总统小马可 是三个人的这个合照的画面 好但是呢 虽然这个美日非峰会落幕了 不过拜登有特别强调 这是伙伴关系的新时代 但是我们要告诉您的是 负责亚太事务的 美国助理国务卿康达 4月14号到16号 已经抵达大陆 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行程 他的说法是 保持沟通管道畅通 以及负责任的管理竞争 这个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 石英宏老师 他有特别说 在这一回的美日非峰会 其实做出了多项反中决定的同时 美国的高官依旧持续频频访问中国大陆 就证明了中美之间 现在竞争合作 还有沟通并存的格局 是没有改变的 好另外一个人 大家也在关注的就是肖资了 肖资的访问中国的行程 4月14号昨天已经开始登场了 这一回同样是进行三天 他是今年首位访问中国的西方大国领导人 好这回他带了三位的这个相关的部长随行 包含了农业交通环境等等 另外呢 也有人分析的是 这次呢可以说是有天团的这个企业高层代表团也都有一同前往 包含了西门子还有默克 另外就是拜尔 这些都是药厂 还有呢车厂像是宾士以及BMW等等的企业都有派出高级的这个代表团来损行 好我们先来看到肖资也有造访德国企业在路的合资公司 好这一回呢 您可以看到阵容有人说是非比寻常 他在昨天抵达了重庆 这回还会去上海跟北京 4月16号会跟习近平还有李强来做会面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媒体的评论还有分析又是如何 这个是德国之声 表示说中德高层将会谈及俄乌战争台海的情势跟贸易议题 肖资出访前夕曾经跟马克宏做了视讯通话 呼吁平衡欧盟还有中国大陆的贸易关系 另外呢美国之音则是解读了 这个是肖资在当选总理之后第一次访问中国 也是去年7月份推出对中去风险政策的文件之后 首次率团来访问中国 好另外呢在学界怎么样看整起事件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上海的同济大学的德国专家 这位是武惠平副主任 他特别说了德国这一次派出的阵容规模 可以说是非同寻常 这一次呢主要是想向大陆传递去风险不等于脱钩的讯号 希望双方在经贸之间能够深化合作 好接下来看到这位是新加坡的国立大学政治系的副教授庄嘉颖 他则是分析了德国企业其实是中国的主要投资者 并且呢把大陆视为主要的市场 因此这回肖资访问大陆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德国依旧是很渴望跟中国持续合作的 当然外界也认为说肖资此行份认为就是有意降低双方之间的摩擦 要能够在安全关切还有经济利益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 德国总理肖资14号抵达重庆 中国驻德国大使吴肯等人到场迎接 这是肖资2021年就任总理后第二次的访路之行 也是今年首位访华的西方大国领导人 同行的除了环境 农业 交通三名内阁部长 还有德国企业界大咖 包括电子大厂西门子 制药集团莫克·吉拜尔 车企 宾士及B&W等重量级企业的相关负责人 我们仍然相信中国是一个非常兴奋的 非常兴奋的市场 德国媒体指出肖资之所以选择来到重庆 是因为这里是博士 巴斯夫等德国公司的重要据点 肖资第一站来到了博士制造厂 参观可持续轻动力生产设施 与此同时 欧盟依然继续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 电动车等产业进行反补贴调查 扬言征收惩罚性关税 不过德国汽车工业对此公开反对 担心这些调查可能导致贸易战 损害德国车系在中国这个最大汽车市场的前景 另外德国经济在许多产品和原材料方面 仍然高度依赖中国 随着德国经济的低迷 德国企业迫切争取公平的进入中国市场 2023年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总额达119亿欧元 双面贸易额达2530亿欧元 中国大陆连续第八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交易伙伴 小子此行也将到访北京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举行会谈 记者综合报道 华为首款的智慧轿车智介S7上市7个月 累进地单突破了17.4万辆 即日开启了海量的交付 智介S7的智能座舱功能的层面具备的是跨设备互联的能力 而且标配华为聚精800V高压电池的平台 最长的续航力是855公里 而且最快充电5分钟 就可以增加215公里的续航里程 好 另外呢 还要来看到 这是华为MacBook X Pro笔电 主打的是轻薄还有AI性能 重量也只有980公克 当然让外界比较意外的是 还搭载了英特尔的AI晶片 前立委郭正亮就说了 华为推出新产品的速度 并且注重应用面的创新 针对客户的需求来调整商品 显现的是 包含了苹果跟特斯拉的态度 真的很怠惰 看华为三不五时就推出新产品 就对比出苹果跟特斯拉的怠惰 你不觉得吗 没错 这太明显了嘛 因为它这种都是属于应用面的创新 应用面的创新事实上 我不相信苹果做不出来 它都很领先 你就是怠惰 怠惰啦 就是它不断的根据客户的市场需求 在调整它的产品 那这个就是在行销上 它并没有想要针对所有的顾客 苹果跟特斯拉都这样啊 我面向所有的顾客就做一只 或一辆车 对不对 反正你们就会来买啦 你在中国市场怎么可能这样卖东西 对不对 对 你就可以看到它每一个都有 那个朝向的特定消费者 对不对 是 所以这个电动车 这个华为还是跟人家协作的 是的 可是你可以看到它这个 包括你说它的智能啊 对啊 迭代的速度 高阶聚能驾驶 然后 续航力嘛 续航力不得了 然后还有快充嘛 这三个大概都是电动车的 我觉得大概在中国大陆都是三个基本的啦 等于说我的基本标配就已经有很大的门槛了 就是你续航力要有一定的 比如说这个是850公块 对啊 然后它是充电要充多久 很快 然后智能嘛 可以接多少平台嘛 对 这三个我看特斯拉有在讨论吗 智能笔电 它这个又是超博 然后又加上各种人工智能的一些 把它这个AI啊 建立笔电的本身 对 好 我才不相信这个东西 那个苹果电脑做不出来 它当然可以 那你为什么不去设想 这个也是一个很典型的嘛 对 比如说你要做超博 这它当然可以做啊 那事实上 这个人工智能的GPU 美国通通都有啊 美国它用到最高端 它要的话都有 我跟你讲 苹果到现在还没有出智能手机啊 对 所以你就不要去想它的智能电脑了嘛 就是这样啊 那这个是一个误会啦 我跟你讲啊 因为当初在川普的后期啊 他给英特尔开了一个后门啊 就是让他可以卖CPU给华为 对 那可以卖到今年七月 OK 那这些共和党的议员搞不清楚 他以为这是拜登开放的 所以骂到自己了 结果是川普 骂到川普了 对 对 那他们搞不清楚就说 怎么现在还在允许卖给华为 那是不是七月你还要续约啊 所以他们现在是在追问 因为他知道骂到川普 赶快改口说 你是不是七月之后还要续约 他根本就是回力标打到自己了 那他现在要阻止续约啦 变成这样 OK 那这个我们还不知道 因为坦白说英特尔 他的游说力量可强了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真的 你看那个金面影科学法案 他拿到多少钱 他拿最多啊 台积电没多少 他现金拿到85亿 对 贷款拿到110亿 台积电60亿 加50 50贷款 坦白讲我还认识一个台积电的朋友 他私下告诉我 对 说台积电第一场就要告到4nm 对 英特尔连4nm都做不出来 他做得出来才 然后你给他拿85亿 你好意思 所以我跟你讲 那你会说他是美国人啊 对啊 那AMD为什么拿不到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运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by bwd6